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对你做出不尊敬的举动 你比如说现在城市当中比较常见的是开车 怒骂症 路怒症的人有一部分 开着车吧 你开着挺好的 他非要往里挤 对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遇到过 怎么个情况呢 我前面一个老大妈 这个在人口青道走着呢 后边有一个 然后她就按喇叭 按完喇叭 别我以后我就知道她要别我 就踩了急杀 她就没别上我 没别上你以后怎么样 她就过去了吗 就在窗户上骂我一句 后来我说了一句谢谢你来骂我 我觉得她的心态太好了 太厉害了 虽然说我是练体育练武术的 但是我开车14年 没有扣过一分 也没有一次违章 这个很牛啊 特别不容易 这也太难了 很容易啊 优秀 优秀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 下了班以后 我平常 我现在还在外边带课 做兼职 八点下课 然后去超市里 买菜 做饭 给我父母每天炒仨菜 做个汤 因为我父母 给我这条生命养育我 跟我上学非常的不容易 结婚了吗 离异 有孩子吗 有 有孩子 跟谁啊 我 跟你 男孩女孩 女孩 哎呦多好啊 练武先练德 孝顺父母 尊老爱幼 尊重师党 我平常喜欢逛街 给自己买一件衣服 四十块钱 裤子也是四十 但我给我父母买一双鞋 一两千 给孩子也是买几百块钱的 对 因为百孝为先 父爱如山 母爱如水 但是我们很好奇啊 雷哥 就是你这么优秀 然后这么暖男 妻子太太为什么离开您呢 他是比较喜欢物质 喜欢金钱 我说我是一个打工的 也是一个老百姓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说那就这样吧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 他用这个理由来跟你分手呢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是对我自己非常严谨的 不管说跟我不在一起了 我也不恨每一个人 我会说声谢谢 给我生下一个女儿 我会把她好好的培养 做一个对社会 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觉得什么是幸福 喝完粥 我觉得很幸福 我一个月花一千块钱 我还是上学当年的我 我上学的时候 也比较节俭 和我师兄 我师兄也是北京的 我们买菜的时候 买半个公报鸡丁 再来再加二两米饭 再来点菜摊 这就是我们师兄弟当中 最幸福的事情 如今我还记在 我的心里面 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和我这些师兄弟 大家现在联系还多吗 联系特别的多 包括他的车 包括他的课 都让我去来上 包括去他老丈人家 哪家都让我去 关系处得特别好 是是是 这就是过去练武当中的 师兄弟 但是我听说 你不听听了吗 你不听听说 这个你不听听你 也不听说 你不听听你 说 什么我听听你 没听听你